好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咱们这个宿主的一些高级的一些算法 一些高级算法 第一个我们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双色球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随机的 是吧 随机的产生一个双色球的号码 第一个啊 随机的产生一个双色球的号码 大家有玩过的吗 或者有了解过的吗 这个怎么来的呀 是不是有两组数字啊 一到三十三随机的产生六个 叫做不重复的数 这个很重要啊 不重复的数 是不是啊 在一到三十三之间啊 产生六个不重复的数 然后呢 一到十六之间 是不是产生一个随机数 产生一个随机数啊 然后六加一啊 如果你六个数字和这个数字 这六个数字和这一个数字全中了 我告诉你啊 至少就五百万 太爽了 是吧 这么意思啊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一个东西啊 你说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这个一到十六的随机数是很简单啊 这个随机数和这里面的随机数能不能重复 可以 可以啊 这个随机数可以和这六个随机数重复 但这六个数之间是不能重复的 能理解吗 是不能重复的啊 那其实就很简单了 这个就很简单了 我就不说了是吧 那就说这个啊 如果产生六个不同复的随机数呢 好 那还不简单 英科 没错吧 这个是不是就产生 产生的是一到三四三的随机数啊 好 打算看一下啊 拿一个 printf 呃 好 第一遍就中招了 是不是啊 第一次就中招了 是不是产生重复的啊 再走一遍啊 这次还好 是不是啊 这次还好啊 这一次也还好 是吧 这次也还好啊 是不是只有第一次的运气这么倒霉 是吧 是不是这又重复了啊 所以这么写是不可以的 是不是 我们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产生不重复的随机数 所以第一个算法是 如何产生不重复的随机数 OK 但思考这个思路该怎么写 如何产生不重复的随机数 这个思路是怎样子的 这个思路是怎样子的 啊哈 怎么产生不重复的 你要产生不重复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 那么你是不是应该把之前的产生的随机数存起来 应该将之前啊 应该将 之前产生的随机数 数存储起来 是不是 然后每产生一个随机数 每产生一个随机数 就判断 就判断新产生的这个随机数 是不是和以前的有没有重复啊 是吧 和之前的有没有重复 如果有 再次重新产生 是吧 如果有啊 如果有就重新产生 如果没有呢 说下一个 如果没有数再重新产生下一个呀 所以其实重点在于什么地方 重点在于 你要将之前产生的随机数存起来 存起来 那么再四个 怎么存 有几个随机数 最多有几个 最多有六位啊 我要把这六个数存 你又怎么存 是不是用数组 是不是用数组 其实是使用一个数组 存储 之前 已经 产生的 随机数 使用一个数组 存储之前 已经产生的随机数 我画个图给你啊 你应该更加能理解一下 比如 我这个数组 最多数存有一个数据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还好啊 零 一 二 三 四 五个元素 对不对 好 这里面的默认值 我是不是可以 全部都写成零 可不可以 这里面的默认值 我是不是全部可以写成零 好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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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产生的随机数 是不是一到三十三的 好 假如怎么 假如第一次 我产生了个十二 假如第一次 我产生了个十二 那我可以怎么 怎么做呢 第一次 我是不是可以 直接放进去了 对不对 因为是第一次嘛 第一次 我是不是可以 直接放进去了 不用做任何事情啊 好 假如我第二次 又产生了个三十一 好了 问题来了 那我是不是要判断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三十一啊 所以我要判断一下 这个数组里面 是否有三十一 如果这个数组里面 有三十一 那就说明这个三十一 之前是不是已经产生过了啊 我怎么办 是重新再产生 那如果这里面没有三十一呢 放进去 对不对 好 第三次啊 我产生个十二 是不是有可能啊 产生十二 好 这里面有没有十二 有 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十二 之前已经产生过了吧 那我怎么办 判断它重新再产生 是不是 再产生个十七 再产生个十七 十七 你们有没有 没有 没有说明什么 说明十七之前 有没有产生过 没有 没有就放进去 人理这个思路吗 有人说老师 如果产生个零怎么办 滚蛋 不可能 为什么 我们产生一到三十三 你别开玩笑了 是不是 有人产生个零怎么办 六六六六 是吧 所以思路就这样的 那么怎么去写代码呢 第一步 是不是准备一个 长度为六的数据 用来存储 已经产生好的 随机数 好 来个数据 那六个 就叫什么 红球还是 南球 红球是吧 好 来个 Red Balls Red Balls 好 六个长度 好 全部的给它 初速化为零 是不是这么一写 是不是全都是零了吧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干嘛 是不是产生随机数 是吧 产生随机数 就是产生随机数 每产生一个 产生六个随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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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六个随机数 好了 这六个随机数 产生之后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没产生一个随机数 做什么事情 判断 判断 没产生一个随机数 判断 数组当中 数组当中 是否包含这个随机数 如果包含 说明 这个随机数 之前 已经 产生过了 怎么办 重新再产生 重新 再产生 好了 那如果数字不包含呢 如果不包含 如果这个数字里面 不包含这个随机数呢 那就说明 就说明 这个随机数之前 没有产生 就怎么样 就存储到 数组当中 跟那个图 是不是一样的原理 刚刚 是不是一样的原理 所以你看我们的数字 怎么写啊 这儿你看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是产生了 随机数啊 是不是产生了随机数啊 好 那么我就判断一下 咱们这个数字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随机数 怎么判断 怎么判断 判断Red Boss 数组当中 是否包含number 怎么判断 怎么判断 大哥 我们刚刚不是才写的吗 你别 别这样对我啊 我一会儿 吐血而亡了啊 刚才说才写过的啊 别这样子 别这样对我啊 不说话啊 你才讲过的嘛 是不是 所以我说就 判断就可以吧 而这是我们的 失败空庭啊 判断一个数组 判断一个数组当中 是否包含一个 指定的数据 哥们 这是不是个独立的功能 那我是不是 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函数 好 范围值是什么类型的 是否包含 反而是什么类型的 英特类型的 要么包含 要么不包含吗 It contains D-A-I-S Contains就是包含的意思 意思就是 是否包含的意思 好 参数 这个函数做什么事情 判断指定的数组当中 是否包含 指定的数据 所以大家试试一下 第一个参数要给个什么 就要给个数组 好 给一个数组 好 给一个数组之后 立即就要给这个数组的长度 还因为参数 对 还给个Key 判断这个数组当中 是否包含这个数据 明白吗 判断这个数组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数据 三个参数 好 怎么判断了 刚刚你说过了 我就直接写代码了 写到后面 很简单 怎么判断了 便利这个数组 当中的每一个元素 然后呢 看这个数组元素 是不是等于这个Key 如果等于Key 是不是就包含 否则全部来就不包含吧 你看 复循环 inter I等于0 I小于Lens I++ 如果 AR 如果AR的第1个元素 等于等于这个Key 包括包含 包含我就return1 否则我就return0 能不能看懂 我return什么意思 是不是结束函数 并且返回值 需不需要写break的这个时候 不需要 因为我return是结束函数了 你说这个循环 能不能结束掉 肯定可以 好 如果这个循环完了以后 如果这个循环 全部结束了以后 都没有执行这句话 就说明说不包含 那我就return0 能看懂吗 好 你看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要很简单 我要判断这个 readboss这个数字里面 是否包含number 是不是掉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好 来一个 就是ease ease contents 好 这个是数组 readboss传给他 第二个是数字长度 六个长度 第三个判断谁 判断number 看明白啊 判断这个readboss数字当中 是否包含number 是意思吧 好 if 我这么写啊 if 如果包含 怎么办 好吧 好吧 有人蒙圈了啊 好好 蒙圈我重新写啊 分开写 说反应的 是一个结果 中部写没问题吧 好 判断 判断结果 判断结果 如果res等于等于 0 我们先来个0啊 说明什么 说明不包含 不包含怎么办 存到数字当中 不包含就存储到 数字当中去 好 这扶了个分号 那就是readboss 第几个元素 是不是第二个元素 把这个 是不是把这个 随机数存进去就可以了 好 否则 说明包包含 是不是说明包含啊 包含怎么办 是不是重新产生啊 是不是如果包含 是不是退到这个地方来 还是不重新产生啊 最简单的方法 是不是 go to looper go to go to looper l loop looper 但这个有问题啊 这不错了 我们说下面的代码 我们说过looper 下面的代码 不能是 定义变量代码啊 怎么办呢 我这么写看可不可以啊 可以了吧 学去学去 没有效果代码 也可以了吧 好 我们细一下 common b 没问题吧 我们试一下啊 好 这个循环完了以后 这个循环完了以后啊 然后呢 我干嘛呢 我就输出 我就输出 这个数字当中的 元数的值就可以了吧 因为我是不是 这个循环里面 我这个循环里面 是不是就已经 把这个 把产生的这个随机数 放进去了吧 好 我们输出来看一下啊 打印 数字中的数据 for in i 等于 0 i 小于 6 i 加 加 printf d 然后呢 来一个 as redboss i 好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们试一下 重复吗 不重复 再来一遍啊 重复吗 再来一遍 重复吗 不重复 我 我 我坚持一下啊 我坚持一下 我打一句话啊 如果重复 打一句话 合不可以啊 我这样我看到 它到底有没有 到底这个有没有用 是吧 好 产生的随机数 百分之 重复 然后呢 重新回去产生 干 好 来个他 把这个随数打出来 看一下 好 左边 是不是六次都没重复 好 再来一遍 是不是也是六次都没重复 哇 运气这么好 好了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你可以大概知道 28是产生的 第几个 第七产生的28 是不是这次产生的28啊 重复了之后 回去又重新 三个时间 重新产生的32啊 对吗 只要 只要重复啊 他就 哎哟 是不是 又产生的32啊 是不是 你看这个时候 他就回去犯了 就回去了 这个 这个产生不重复的随机数 这个思路 能不能理解了 可以理解了 是不是 好 老师 那我不用这个路破 可不可以 不用路破怎么行 不用路破怎么 不用路破 不用路破行不行 我们直接试一下 可不可以你觉得 行不行 我们试一下 起一个 再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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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用路破 可以什么问题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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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零啊 这有零啊 为什么会有零 为什么会有零 你看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没有路破 我没有回去哦 是不是啊 没有回去啊 为什么会有零呢 好 我给你解释一下 原因很简单啊 这是个数组 对 i++了 123456 默认值 每个数都是零啊 好了 现在我第一次循环啊 第零次啊 第零次 哎呦 哎呦 第零次循环啊 i数等于零啊 直接写这个就可以了 咱们复杂干好啊 i00 好 第一次产生的 就是说啊 假如我产生了多少呢 产生了100 这里面有没有 怎么可能是100呢 31啊 第一次产生了31 这里面有没有31 没有 把31放哪去了 是不是第零个原式里面去了 因为这个是i0嘛 好 第二次啊 i是不是等于1了 第二次 第二次不是i等于1了呀 假如这次我又产生了个31 假如又产生了31 重复重复 重复了 会不会放进去 不会 但是i变成几了 但这个时候i变成几了 是不是i加加数变成2了吧 是吧 i加加数变成2了吧 好 这个时候我又产生了个13 13有没有重复 没有 但是把13放哪去了 i等于2 是不是放在第二个里面去了呀 放在这儿去了 这就是0怎么产生的 能理解吗 好 能理解之后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是不是解决的方案就是 如果重复了 是不是i减减啊 i减减之后 i再加加 相当于i的值是没有动 是不是 所以如果重复了 i的值就不变 如果重复了 i的值就不变 就不变 你看吧 因为i减减减完之后再加加 是不是就没有变呀 就我们刚刚画的图一样 你看啊 i等于0的时候 31 好 i等于1的时候 又长这个31 重复重复了 重复了 i减减 变成0 i加加又变成1了吧 好 又长这个17 这个时候把17存在哪去了 就存到1里面去了吧 能理解吗 能不能理解 好 走一招 这个时候就不用问题了 不要再试了 但是我想说 但是我想说 这么写没问题吧 说没问题啊 但是我想说 这个其实并不是最优的 我可以怎么写呢 我把这个代码删掉 是不是把要删掉了呀 好 我把i加加放哪呢 我把i加加放这儿 这个没有代码了啊 我说把i加加放这个地方啊 这个时候 i的值只有什么值才会自争啊 所以不包含的时候才会自争啊 如果它包含的话 i的值会不会变 不会变 i的值 i的值只有在 只有在不包含的时候 存到宿主以后 才会自争 是吧 才会自争 如果包含了 如果重复了 i的值会不会自争 i不会自争啊 你看吧 因为i加加加放在这里面的嘛 我这儿没有了吧 这么写出也可以啊 走一招 可以吧 没问题吧 你看同一种思路 同一种问题啊 有好那种这个解法 好了 这就是产生不重复的随机数